我们一起期待成功的好消息 大叔我们一起喝喜酒好不好 今天是正月初十 小学也开学了 然后成功呢 今天也会来上班了 大家很关心他终身大师的问题 等会他来了 你替大家问一问 就是那个相亲结果是吧 是啊 大家都问成功成功了没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有戏 有戏啊 但是还得慢慢聊嘛 不可能那么快 就是到时候任他约过来 咱一起吃个饭 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是我介绍的 那我当然非常希望 他们两个能成了 是吧 要成了我还有个美婆红包呢 今年又有一笔输入 你天气这个 对啊 那如果我能得到这个红包 证明这个结果是好的嘛 对不对 女孩子的爸爸今天还给我打了电话 当时挺满意成功的 那女孩子也不用挑太多了 就觉得成功挺合适的 但是作为家长也只是一个参考嘛 现在主要还是看他们两个人 是吧 看看成功对她是什么看法好不好 应该马上来了吧 刚刚还在停车呢 哎 说曹曹曹曹曹曹 是不是成功叔叔来了 小鲜你去开门 你看不到吗 哈喽 新年好呀 新年好 嘿喽 我来喽 哈哈 你去愿意 小鲜你问阿姨呢 哈哈哈哈 我跟成功叔叔说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快乐是不是啊 这东西先放好吧 好 这几天网友们很关心了 你跟那女孩子什么结果了 坐吧 哈哈 再聊就不过反正 再聊啊 对对对 一直在聊 要抓紧一点了 现在的女孩子你不抓紧 别人抓得很紧的 哈哈 那也是的 因为这女孩子还蛮优秀的 是吧 她爸经常跟我聊 对你还是满意的 但是她她得参考是吧 她女儿的意见 听说她要去西藏旅游啊 对啊 你可以 你可以跟她一起去吗 哈哈 来上班了 要上班 上班为主 但是一去就十天半个月了 是吧 今天过来都是跟她一起工作的 是吗 那可以啊 等到时候她西藏回来 你要去机场街上 就提前知道她时间 抓紧一点 许女孩子 你死长辣打 哈哈哈哈 不要给她任何 我的腰就不好意思了 不能给别的男人任何机会 是吧 趁热打铁 趁热打铁 成功这次回来瘦了很多 有瘦吗 是 脸都尖了一点 我都要找你 现在认真在减肥的 现在成功在认真减肥 我估计她很快就会有成效 我都过年碰好 我多嘞 她都快一百七了 我过年没有胖 我过年还瘦了一些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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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有毅力哦 嗯 我现在我下不定决心解肥了 我也减肥才行 你过来了 那就要首先要开始工作了 应该是正式要上班了哈 是的 我这段时间我忙得也不行 你不在我事情太多了 是的 你要带小孩子 视频要过是吧 是的 对 来这个开工了哈 给你个开个红包 这年前那个还改了个这么大的红包 然后又改一个这么大的红包 对吧 做好的话真的太好了 拿到红包就好好干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真的 希望你今年哈 第一个呢 解决终身大事 第二个呢 啊 解肥成功 是吧 对 第三个多赚你钱 对 因为你娶老婆也好 啊 包括在厂试要买房子 都赚很多钱 是的 所以今年要拓宽赚钱的渠道 除了就是我们自己之外 你看自己有没有想法啊 把你的解肥分享一下 是吧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粉丝好多都对你解肥很感兴趣 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是吧 弄个账号分享分享是吧 也是蛮好的我认为 对 好 也可以的这样 这两天你先是吧 收出心啊 真是两天就把心全部收回来啊 刚跟我年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是的 好 好的 别问题 加油 祝你成功 谢谢谢谢老板 祝你成功 我们一起期待成功的好消息 到时候我们一起喝喜酒好不好 哈哈 好好好 到时候成功结婚的时候你去当主持人 不 我是媒婆 媒婆也可以当主持人的 好 都早点休息吧